大家好,今天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个鹿炉井 鹿炉的话是一种简单的机械 机械是会给我们人类使用 我们使用它的目的就是 一,是为了省时 二,是为了省力 所以这个鹿炉井的话是省力 但是会花比较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从水井里面取水的话 这个水是相当的重 但是我们通过轴轴去转动的话 我们会花比较多的时间,会比较慢 但是却省力 所以我们也会同时在组装过后 也会让学生会在我们的罐子里头 加更加多的重物 然后让大家就体验一下 它如何为我们省力 这边我们有这个图给学生们参考 这个鹿炉的话 我们会讲解它的由来 就是一千一百多年前 这是什么? 公元前 一千一百多年前的话 所以我们现在还要加一个两千多年的话 基本上是三千多年前的历史了 所以这是很久以前就有的了 因为它是比较简单的机械 好 说完它的由来过后 让大家了解过后 我们这边会开始给每一个学员 要懂得会组装 组装过后 我们要再来体验一下 体验一下 我们会不断的加这个重物进去 我们的这个小罐子里头 然后让大家体验一下 它是省力还是省时了 好 组装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先观察 橙色跟蓝色 橙色跟蓝色是不同了 所以它搭配的颜色要看清楚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就是 来 把它放在这边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 黄色的交叉呢 是固定在这边 它有那个洞 那就是 需要插进去正确的洞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一个什么 这个粉红色的 这就是它的滚轴了 滚轴 那就是活动的啦 这个是 一边呢 是加这个 我们的handle 可以用手去操作啦 所以这是方形的 这个也是 扣也是方的 所以我们就是跟它固定好了 所以这个的话呢 要很多的手眼协调了 要有耐性哦 要给每一个学员要去做 对不对 这个黄色的基本上是它的支撑点 支撑点 那这个呢 是放在高处的 然后这个是底盘 蓝色的是底盘 好 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 固定 固定好 然后呢 这个是要放在上面的 OK 基本上完成啦 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就要加这个 这个是容器 我们可以装水啦 可以装不同的重物都好了 这个的话呢 用在这个建筑工地的话 也是非常的有用嘛 对不对 在高处的话呢 有需要用到水泥的地方呢 也是需要用到这个 入屋嘛 去把那个重物给提起 好 这边的话呢 我是做这样子的示范啦 好 到时候呢 必须要 就是绑紧 好 我们会要求这个学生呢 绑紧过后呢 我们会用这个 滚轴去进行 OK 转动 这个一定要绑紧呢 它才会往上提啦 我们的这个水 这个容器呢 才会往上提 有没有 好 然后呢 我们就会用不同的重物呢 放在里头 其实你看这个 不是很长的距离 但是我们这样子转动的话呢 需要用的是更长的时间啦 需要用更长的时间 所以这个是省力 废时的一个机械啦 所以会让学员们呢 体验过后 让他们了解一些原理啦 好 我们第二项实验呢 是要向学员们解释 我们的光 我们所看到的白光呢 其实是由五颜六色 七种颜色所组成的 那我们今天这边呢 虽然说只有四种颜色啦 但是因为我们转动的时候呢 速度转动的快的时候呢 当全部颜色都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 只是白色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就是要向学员们解释 我们的白光呢 其实是由七种基本的颜色 所组成的 就是红 橙 黄 绿 蓝 电子 OK 好 来 我们会有这个简单的 这个仪器 好不好 我们有这个马达 OK 我们会进行组装 这边是由这个双面胶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固定它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开关嘛 简单的开关 这个的话呢 我们上次有解释过了 完整的电路的话呢 如果要这个马达 要驱动这个马达的话呢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完整的电路 这完整的电路呢 是怎么样的呢 这两个电池的话呢 它是提供电源 那我们电源呢 是从这个红色的电线 传输到我们的马达 会通过马达 因为我们这个电池是可以提供这个流动性的电源 OK 这个是Direct Carlin DC 这个也叫做DC Motor DC Motor呢 就是直流电 直流电呢 它是通过这个红色线呢 OK 进到这个马达 再从这个马达呢 这个黑色的电线这边出来 那么它就会回到 再回到我们的这个电池 然后再进行无限次的这个重复的动作 所以只要说我们的电源接上的话呢 这个铁接上这个的话呢 它就会进行转动了 那我们转动的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有什么样的现象产生 好 来 所以你看原本的颜色呢 就当全部颜色blend在一起的时候 混合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所看到的只是白色而已 所以 它原本是五颜六色的 所以当所有的颜色呢 blend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到 它就只剩下白色 所以这个就能够解释 当所有的颜色blend在一起的时候呢 我们所看到的就只是白色了 好 我们第三项实验呢 是延续这个马达 刚刚我们有就是说 示范了这个马达 对不对 那我们就会再继续介绍 就是跟这个马达呢 就是说相关的一些器材 那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中呢 会用到的 这个是我们用这个立体打印机打印出来的 但我们也是会教导学员呢 是怎么样去进行打印 要从哪里拿到这个材料 要怎么做 我们会示范呢 好 这马达因为就是说 通过这个 它的这个 马达的这个头的转动呢 它延伸出来的这些 产品就蛮多了 比方说这个电风扇 我们会教学员们组装 简易风扇 然后呢 一样咯 就是会解释它的这个 实验重点 认知 步骤 目的 等等 我们会讲解一遍 然后呢 就让学员们呢 就是根据这个图表呢 进行组装了 那我们还有另外呢 这个是一艘小船 一艘小船 然后呢 这个是推进器 英文叫做propeller propeller 就是螺旋桨推进器 螺旋桨推进器 螺旋桨推进器 然后 这个的话呢 它是 这个 模型的制作呢 你会发现到 就是它们是专门 就是做出来呢 是配合这个马达的 这个 呃 大小的 所以 刚刚好了 刚刚好 可以让它转动 好 那我们可以开始 进行这个测试 这个的话呢 我们做过时间 因为这个 电池是太重了 所以它是会沉入水里了 我们下一回呢 会在 就是说 扩大这个面积 船身的面积 这个部分的面积 然后呢 就可以 使用这个推进器 当然 这个推进器 不能够就这样 直接就上阵了 必须要放这个 Super Glue 万能胶 就是 很 就是 固定它 啊 OK 非常固定 非常牢固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进行这个 呃 水上的测试 啦 水上的测试 啊 这个 因为它的这个 弧形的设计 啊 就是 它在 转动的时候呢 在水里 啊 水面转动的时候呢 它就是 会怎么样 呃 就是产生这个动力了 啊 可以让这个船 往前 行啦 啊 往前行啊 这个基本的构造 让就是学员们稍微了解一下 啊 OK 好 通过这个马达 我们现实生活中会有这样子的马达 在坐船的时候 对吗 啊 啊 当然这个风扇也有马达的了 家里面用的风扇里头也有一个马达了 好 嗯 那这第三个实验呢 啊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 好 今天的第四个项目呢 就是不导翁啊 好 不导翁的话呢 我们这边也会根据我们的这个资料 啊 进行这个讲解啦 啊 啊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呢 就是说他 啊 你推他 推倒他的时候呢 为什么他又会还原 啊 那他最重要的两个原理呢 就是 这个 底部 是圆形的 啊 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他的底部呢 是 比较重的 啊 重心全部呢 是放在这个底部 然后呢 他的这个头啊 我们会教学们呢 就是更加的重跟稳固啦 牢固 所以我们在 推的同时呢 他就很快就会还原了 啊 这就是不导翁的原理了 啊 那每个学员呢 也会 呃 跟着我们这个图片呢 进行组装跟做实验了 啊 啊 也顺便就是了解到 这个 他的原理 啊 OK 跟操作的方式了 啊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项的 那个实验呢